在网络上还传出一条这样劲爆的消息 说前国族谢辉破产了 按理说这么劲爆的内容也够资格放在头条了 但是无奈今天娱乐圈的风浪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我们也真真假假有点吃不准 其实在一个印象当中 谢辉是一个非常有经商头脑的人 像投资过房产 健身馆 餐厅 最近又看了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训练营 难道真像爆料者说的这样 现在的谢辉连房子都被银行收走了吗 对此我是心存怀疑 2月27日上午 有网友在某知名论坛上爆料 称前国脚谢辉因沉迷赌博 拖欠银行房贷 负债累累 已经到了变卖家产的地步 中行医哥们爆料 谢同学淮海京华院的房子70%按揭 拖欠中行房贷累计195天 上周被银行没收物业扫地出门 估计最近要拍卖了 二三十张信用卡透支额度基本全满 只能用卡养卡保持最低还款额度 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仍然沉迷德州扑克西图翻本 整天出没于几个场子里 尚不知人家就是要做局玩他 八分之一的英国血统估计也帮不了他了 消息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 有人心存疑虑也有人信以为真 甚至还有不少自称是知情人士的网友 纷纷跳出来继续爆料 老早就晓得谢辉晚地啊 很多明星都晚地啊 我也听说过 他玩得很大一把几万的 据说谢辉赌得最厉害的时候 曾经求助过昔日大哥范志义 每次范大将军都会出面为他解围 谢辉谢辉谢辉 网民劝你戒毒戒毒戒毒 为了何时事实真相 新于乐在线记者今天前往 位于华海陆商圈的精华院一探究竟 我问一下就是谢辉是不住在这个楼上 是的 是的 那他因为有消息说 他这个房子那个被那个物业收走了 说那个他没有还银行的贷款 我问一下是有这个事情吗 到底是否真如爆料者所说 谢辉的住所已经被银行没收 从小区物业处记者无法得到核实 随后记者拨通了谢辉本人的电话 没想到他此时正在精华院的家中 并同意接受采访回应此事 连广州的一些朋友都打电话给我 我一下子在我吃晚饭的时候 连着接了十二个电话 都是关于这个事情 说你看看网呀 你上不上网 你看一下已经铺天盖地了 你已经我想我怎么回事啊 乱七八糟的 我也看了一下 关于房子乱七八糟 什么物业 我就被扫地出门啊 什么已经 你看看我现在住的挺好 而且他说的什么 关于这个安街啦 什么什么银行啦 都一点都是完全没有一点点根据的 而且我看了看 他说我有二三十张信用卡 我一共就两张信用卡 一张是招商银行 一张是工商银行 我从来没有用过更多的信用卡 而且我全是这个全额还款 我就搞不懂他是从哪 什么根据 我欠谁的债 哪个人在门口问我讨债 据谢辉本人透露 他精华院的这套住房 购于2003年 总面积190多平米 的确有部分贷款至今还未还清 不过他每月都是按时向银行还款 并未拖欠 而且这房贷是在交通银行 并非爆料者所说的中国银行 一共是20年的贷款 差不多一大半就还掉了 而且每个月的安街在 大约母就在一万多块钱的 这个这个这个数目 我这个房子现在市值在1000万以上 是吧 这个区域在华海路区域的这个房子 所以说怎么怎么一个资不抵债 怎么一个破产 我是不是连一万块钱都还不起房子 然后被人赶出去 你觉得是可能吗 现在有些我各方面的投资回报 虽然还没有折线 但是不管是一赵伟德 还有想多捞房的一些小的股份 还有以前做的经纪公司 现在想做的一个足球训练营 慢慢慢慢都是都是走得不错 最初看到所谓的网友爆料 谢辉并未在意 后来不断接到朋友和家人的电话 他才知道事态的严重 甚至已经有外界猜测 当初童晨杰之所以童谢辉离婚 也是因为他适度成性 这样的揣测令谢辉十分气愤 我和童晨杰离婚 大家都知道 是我要付费用给童晨杰 这也是事实 大家网上也看到了这个费用 而且是全部差不多已经都要结清了 是吧 而且这也是从我这方面出来的 我们两个没有上过法庭 完全是就是已经和解了 而且我们天两天也在喝咖啡 经济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打电话问他 这个房子我们分开了以后 这个房子也是我个人的 所谓的谢辉破产传闻 引发的系列反应远不止这些 另有网友爆料称 谢辉之所以能继续住在京华院 是因为有一位富婆 帮他还掉了所有债务 并赎回了房子 又有这个消息了 哪个女士买下了这个房子 那你要不要看我的房产 房产部啊 下面有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要拍下我的房产证啊 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卖掉 就应该一查就查出来了 华严金华 几楼几市 是不是我的房子 我跟我这个前期分开以后 房产不像就我一个人的名字 至于德州扑克 谢辉在接受采访时 并不否认自己曾经接触过 但在他看来 这只是业余的消遣 并没有到沉迷的地步 更何来试度诚信一说 德州也是在进阶段比 跟那个这个和麻将啊 什么的慢慢慢慢成为一个 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平常的一个游戏罢了 我和朋友之间的一些游戏 或者是大家的游戏 我觉得上升这个高度 这个人就是别有用心了 是不是啊 你觉得我是不是会不会去 把几千万几百万 全部输在一个游戏上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从头到尾 认识我谢辉这个人 从来就对澳门啊 或者乱七八糟这种东西 我都是敬而远之的 既然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那为何会有如此多 自称是知情人的网友爆料 对此协会也有自己的猜测 好像是有有这个特别的 这个策划过的那种 很专业的这种这种枪手 在那反正可能像那种 不是一般的这种诽谤报复 反正是有有过 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一种一种一种报复吧 可能也可能是动了某些人的奶酪 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容易得罪人 前一阶段微博上各方面 反正圈里圈外 反正我都得罪不少人 也是属于大炮级别 所以说也难怪 有些人好像感觉 我说的可能对他的点到他痛处了 在谢辉看来 此次事端很有可能是有人蓄意报复 向来快人快语的谢辉 自认曾得罪过不少人 此前他在微博上发表 诸多关于足球的言论 就惹来不小争议 而在和佟晨杰离婚后 谢辉也曾一度处在风口浪尖 尤其是在他宣布离婚的三个月后 高调带着新女友出席各类活动 更是备受外界指责 我承认了 因为这个婚姻关系的结束 是我们双方的 但是里边我的意愿 比较强一些会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有新的女朋友 会怎么 我不忌讳任何这些东西 现在女朋友 我现在在任何地方 我也没有忌讳的说 把它藏起来 掖起来 放在包里面 不能让人看见 会怎么 我觉得 现在我的状态也好 我也可以交女朋友 外界的诸多非议和责难 在线会看来是作为公众人物 必须承受的压力 他只是希望大家能够 多给予一些宽容和体谅 凡事等真相出来 再做评论 而不要一味的人云亦云 更不应该落井下石 新一类在线 上海报道 Kur 有